好的,大家好,欢迎收看由冲锋为您带来的植物大战将是二遥远的未来的流程攻略 这段话说的好恶口 好,那么我开始第十二天 哇,第三天居然有这个剧 哈哈,不好玩了 那么选择植物上还是控制性的植物一定要选 然后有机器的话也选个它 然后选激光豆子 再选一个它 好的,开始 说起来如果之前冲过植有这个复制面的话就好了 复制的那个,直接可以造两个 选两个这样的 选两个樱桃炸弹的话 每一关打的都会更轻松一点 可惜没有 好的 一些还是老的开局方法 为我们争取足够的时间 把这个阳光直接铺满 C'mon, come on 其实这一关坚果墙选一选意义不大 坚果墙对这个巨人僵尸是完全无力的 那么也是选个樱桃炸弹 配合我们比较强大的火力 再配合上樱桃炸弹的话 应该还是比较容易给它干掉的 军人僵尸很强力啊 但是也不是没有法打 好的 那么一排应该就够 哦,赶紧,赶紧走 哇 这个激光豆戴上了披风 正像超人一样 继续 然后这边再来一个 马上再给上面补一个 激光豆游的优点在于 我不管你一个路上有多少人啊 反正我供应率就那么高 反正是穿透的嘛 是不是 好像有一路不太好 继续 继续 这一大堆啊 有钱的话直接来个炸弹搞死就算了 哇哦 你来的有点早啊 好,炸一下这个位置 起码要多炸点人 残了残了残了 啊,还好 有效的 比这个强化一下 这样子走过来的时候就会踩到 拜拜 拜拜 所以说找不要慌 还不 也不是特别难了 其实我也很慌了 哈哈哈 接着来 那么现在这个樱桃炸弹是尽量是不要去用的 因为我们还要等着最后一批 等着最后一批的这个大僵尸过来 有了 他来的位置 不太好 真心不太好 哎呦,他把我上面那个扫掉了 幸亏我造的快啊 好,那么第十二天就过了 虽然说惊心动魄 还是有惊无险 好,那咱们第十三天再见 我认识一打 我认识你 我认识你 对 有啊 你的 我认识你 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